很多人都很羡慕我 就是20年来好像身材都没有什么变化 而且呢我从来不结实 不饿肚子 所以很多人都好奇我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就是多吃含有膳食纤维的 蔬菜水果 颧骨豆类 因为膳食纤维呢 它可以让我们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让你不会多吃 它可以吸附脂肪 所以减少你对脂肪的吸收 它还可以帮助你代谢胆固存 所以也可以减少胆固存的过多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肠道菌长得非常的好 让你的排泄非常的正常 让你的小肚腩呢 不会因为充满了大便而变成小富婆 也因为20多年来 我每天早上一定喝一杯蔬果 打成的精力汤 或者是豆骨打成的浓浆 所以膳食纤维量非常非常的足 也就让我的体重一直维持的很好 而且皮肤也变得很好 那美国呢有一个医生 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想研究 为什么胖子变成胖子 瘦子变成瘦子 他就看了他们的饮食 结果发现很简单 瘦子比胖子多吃了百分之三十的膳食纤维 所以只要你多吃蔬菜水果 或者把你的白米饭改成五穀杂粮 然后没事吃吃坚果 那这样子呢 你就很容易瘦下来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打一杯精力汤 这简单易行而且好喝 其实你要增加饱足感 黄豆啊黑豆啊毛豆啊都是蛮好的 它还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另外加一点颧骨会增加主食的量 而且让它的营养更均衡 蛋白质利用力也很高 如果你想要酱板固醇消脂的话 我赞成你喝蔬果精力糖 特别我刚刚讲绿色的蔬菜水果 打成了蔬果的精力糖 还有紫色的蔬菜水果 那个花青素也是非常好的 海带芽呢 它有消脂的效果非常好 你可以试试看 讲一下消水肿啊 我们都知道那个薏仁消水肿很好 还有红豆 红豆不仅消水肿 它同时还可以增加饱足感 同时让你气血好 所以女生呢 可以打红豆薏仁 或者是绿豆薏仁 另外也可以加入芡食 因为芡食也可以消水肿的